在中国海军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四周年之际 海军三大舰队的四艘主力战舰青岛舰 舟山舰广州舰和深圳舰 明天将在各自的命名城市举行舰艇开放日活动 有分析认为 此次活动在舰艇和城市的选择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而主战舰艇向民众开放 除了展示中国海军不断开放日益透明化的趋势 还意在展示中国海军的能力和决心 青岛舰、舟山舰、广州舰和深圳舰 明天将同时在自己的城市向公众展示 每艘舰艇都将配备一架直升机 以及10名特战队员 特战队员还携带轻武器、潜水、侦察、通信 以及防护等特战装备 有分析认为 四艘主力战舰在四地同时展示 这在人民海军的历史上是少有的 而这四艘主战舰艇和城市的选择上 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那它主要的参观的作为 是所谓的参观 而这四艘中国海军的主战舰艇 都有着光荣的历史 深圳舰素有中华第一舰之称 于1999年2月正式加入南海舰队 深圳舰被称作是海军的外交明星舰 曾经先后7次成功出访16个国家和地区 创造了人民海军史上首次穿越三大洋 首次出访欧洲非洲和日本的记录 深圳舰还先后高标准完成了 八次重大军事演习等任务 12次发射导弹全部命中目标 三次击落来袭导弹 先后两次容力集体二等攻 三次集体三等攻 同样属于南海舰队的广州舰 属于052B型导弹驱逐舰 2004年服役 它是第一批亚丁湾护航编队的指挥舰 青岛舰则属于北海舰队 它是1996年服役的052型导弹驱逐舰 从服役到现在 青岛舰已有20多次代表中国海军出访其他国家 2002年青岛舰进行了全球航行 时间达四个多月 这是中国人民海军首次进行的全球航行 舟山舰是中国海军最新一代的054A型导弹护卫舰 08年加入东海舰队 舟山舰装备有防空导弹垂直发射系统 具有区域防空能力 越出刚刚穿越宫古海峡完成舰机联合搜救训练 中国海军举行这次舰艇开放日活动 是继09年中国海军成立60周年 在青岛举办多国海军活动之后 又一次大规模的舰艇开放活动 有海军专家表示 海军开放日的做法 是世界主要国家海军通行的做法 在中国海军会逐步成为常态 不但展示了中国海军不断向世界开放 日益透明化的姿态 也展示了我们中国海军的自信 其实可以消弭说一些外国 对于说中国一个军事威胁论的一个批评 你掌握到技术程度一定的水准 他们才有自信说 我就开放 不管是让民众参观也好 或让记者来参访也好 这个是很正面的一个做法 而与此同时 中国海军第二艘052D导弹驱逐舰 也传出下水的消息 台湾中国邮报报道 根据网上图片上 052D导弹驱逐舰悬挂有国旗 再加上其他一些特点 猜测这款中国最先进的军舰 已经做好了下水的准备 台媒称 作为052C导弹驱逐舰的后续型号 052D配备有64具垂直导弹发射管 可快速发射防空反舰和对地攻击导弹 台媒还引述岛内评论员的分析称 052D导弹驱逐舰的下水时机微妙 它会向其他国家 特别是卷入钓鱼岛冲突的日本 发出含蓄的警告 052D的下水 一方面它可以作为防空的平台 那二方面它可以作为新下水的辽宁舰 一个周围的护卫舰 一个护卫的旗舰 一艘新舰艇的下水 是会给周边国家带来一定程度的 不管是威胁也好 或关注也好 这个是没办法避免的 透过这个消息铺路 揭露的话 其实可以让一些日本的 比较右翼的分子 能够让他们进行一些 让他们有点威胁感 而针对中日钓鱼岛争端的形式 中日之间是否会爆发海战 以及海上实力上孰优孰劣的问题 近日也在岛内热议 有台湾评论员就认为 中日海军各有优势 中国已经对自己的优势很清楚 东海舰队是直接面对着 日本的那个走势堡的这个护卫群 它就配置我刚刚讲到 跟俄罗斯采购的四艘 Savere Man 你现在驱逐舰潜水艇 几乎都在东海舰队里面 我不跟你用正面冲突的形式 而我是用水下攻击 跟我长城飞弹攻击 因为Savere Man 你最厉害就是 它的那个上面装着 那个日制反舰飞弹 射程一百多公里 而且还是超音速的 你要真正命中一艘船 那基本上一枚飞弹 就可以把像 我们这边看到 日本现在最大的 这种日向级的直升机护卫舰 变两半马上瘫痪 也有岛内专家认为 虽然日本军舰和战机的质量上占优 不过相比之下 中国大陆拥有更大综合优势 中国大陆大概有 1600枚各种的 战略性的导弹 战术的导弹 另外历史上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 不会随便被你教训了 所以因此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认为战争的可能性 在日本来讲 它现在是在降温的